大家好 我是藏媒体的 董爱莹老师 老师好 你好主持人 老师周祝快乐 今天给我们大胆的财经讯息 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那么韩国政府去年出台的 一个叫做 清能经济路线图 到本周 到17号就迎来了 这个实施一周年的日子 所以今天这个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 也访问了这个生产氢气 这个环保系统的一个制造企业 参观了这个氢气生产现场 并发表了这一年来 在这个氢能经济方面 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然后我们看到 确实在去年一年内 在全球的市场 韩国的这个氢燃料汽车销量 就跃居了全球第一 所以确实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是是是是没错 其实在我们这个科技绑管当中 简单介绍过氢能汽车的一些优点在哪里 那这次韩国政府出台的 氢能经济路线图 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它是这个韩国政府 是于去年的1月17号 那也是为了大力发展这个氢能产业 发布了这个氢能经济发展路线图 并提出了要跃升为 这个全球最高水平的 这个氢能经济先导国家 那么其实核心呢 就是以这个氢燃料的汽车和这个燃料电池为两大轴心 构建这个相关的一个产业系统 引领全球的这个氢燃料电池汽车和这个燃料电池的市场发展 那么其实早在18年的8月份呢 政府就把这个氢能产业定为三大战略投资领域之一 所以之后啊 这个制定了该路线图 而且并对相关的产业啊 进行了大力的这个投入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啊 叫这个氢化镜苏苏波斯 也是随处可见 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我知道了 这么说我知道了 以前我以为是就天然气的一些这样的汽车呢 现在其实都是氢汽车的 对对对 氢燃料电池汽车 我们家附近也有 但是当时我没太注意 它的这个造型特别独特 是这个以动画片一个 就是它有两个眼睛 还有logi 对吧 特别可爱 然后但是你仔细一看 然后那个车头旁边就写的是这个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相当于是 对对对 这个产业的一个轴心的一个行业 是的没错 然后在这个安山市呢 目前也正在建设这个氢气能源的示范城市 包括这个城市的供暖 然后交通供电 都是由这个氢气还这种清洁能源来来来这个进行的 那么据悉呢 这个能源示范城市呢 将会在2022年进攻 是的 我看了一下 不过光是有这个我们民用的一些这个室内的公交汽车 包括现在很多的行政机关 像警车很多的大型汽车都是使用的 氢染料的电池汽车 对是的 可以说是为了环保啊 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技术上面的支持 那老师刚才也说了 韩国的这个氢染料汽车呢 在全球的销售量 国产品当中是第一位的 是不是 对对是的 那具体的销售情况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去年一年里呢 这个政府就根据这个路线图 维合金技术就是非常注重研发 是投入了370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2亿元 一年就投入了这么多资金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去年呢 韩国的氢燃料汽车销量 是共计3666辆 越居是全球第一 那么也是超越了竞争对手 日本本田丰田 首次登上了全球销量的冠军的宝座 那么这个累计出口量呢 也是在去年超过了1700辆 也是出现了大幅增长的 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根据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透露呢 去年氢燃料汽车 其实在韩国国内的普及量 也是比这个前一年 是增长了六倍左右 所以目前韩国也是世界上 这个氢燃料汽车需求增长 最快的一个国家 看来这个成绩还是比较不错 但是很多想买氢燃料汽车的朋友 有个疑问 就是说我这充电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充这个氢气的问题是不是 所以这方面的一些基础设施 建设的情况怎么样 也在不断的加强 我们看到在基建方面呢 政府是至今共建设了 34个氢燃料充电站 总规模呢 虽然是少于这个日本 德国美国 还比较这个先进的国家 但是这个去年一年 就全年的这个新建的数量 还是居全球之首的 是20个去年一年 就建设了20个 这个氢燃料充电站 那么在燃料电池方面呢 以19年底为准 韩国占到全球燃料电池 出货量的40% 那么氢燃料电池 发电量也是这个408兆瓦 超过了美国和日本 是的 但是像比如说买汽车 这样的大事啊 很多家庭还是小心又小心 慎之又慎的啊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 新技术普及过程当中 肯定会有重复的困难在里边 没错 是的 但是韩国现在能取得 这么成绩啊 老师觉得它的原因 或者说它取得这些成功的地方 在于什么样的方面 其实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韩国政府的作用 还是功不可没的 因为这个不但我们看到 是投入是非常大的 而且像这种大型的 新能源的项目 它需要一个规模的经济 是是 对 所以政府呢 需要这个做出一个 非常统筹一个规划的 这样一个作用 它不是个别企业 你单打独斗 就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所以而且呢 政府还在这个 一些制度上给予了保障 包括在制度方面 我们看到去年 政府这个发布了 轻能安全管理综合对策 然后在这个本月9号呢 又这个全球首次制定了一个 叫做这个轻能经济发展 和轻能安全管理法 为轻气经济发展 加强一个制度上的保障 包括政府呢 还在这个加紧推进一些 这个氢燃料汽车呀 充电站呀 这些这个核心的零部件的一个国产化 我们看到就是实现一个多元化 建立一个高效的这个轻能供应链 就是它是一个统筹的一个 一个配套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包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现在也是交流 也是非常这个积极的在进行当中 我们看到 余澳大利亚呀 阿联酋呀 这些国家哈 也正在加强这个轻能方面的合作 成立了这个轻能经济促进委员会 那么在产业振兴安全 以及这个轻能流通领域 提供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些支持 是 而且前一些日子 我们在科技情报站的板块当中 简单介绍过说 现在如果民众们想买一些 这种的轻能源材料的一些汽车的话 政府还有一些这个支持在里边 对肯定是的 具体的支持情况可能 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相关不能的一些网站 去具体咨询一下 那未来政府在这个轻能源发展上 除了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成绩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目标存在 其实当时去年 这个政府在发布这个路线图的时候 就定下了一个很长远的目标 就是政府在计划在2040年 分阶段的生产620万辆氢燃料电池汽车 那么近期的比较 就是眼前的目标 比较近期的目标呢 就是将目标定到在这个2022年为止 将普及6万7千辆氢燃料电池汽车 然后这个建设310座充电站 然后这个同时呢 还要强化就可以这个支持 投资这个生产氢气的这样一个核心设施的一个 这个企业和这个政府 他们叫这个官民合作的一个这样一个体系 就是说大家共同来努力 去把这个行业做大做强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 没错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政策 使得我们可以看见更多的蓝天 是的 是的 好 今天也非常地感谢董老师 咱们明天再见 The TVS EFM 左右右的一个冬标 按住资金 按住 还有新年轻松的视频 请订阅大家的频道 我爱你 I love you 嗯 嗯 I love you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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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